为了让身障人士有一个自我挑战的机会 云林县附建青年协进会呢 特别举办了一场手摇自行车的运动 一早呢 众人从北港出发 沿途经过水林 四湖 最后一站是来到东士乡 总长30公里 而参与的身障者 全都靠着自己的能力完成 让旁观的人很动容 也证明了人有无限的可能 我们是一人漂白的少年兄 这三四十位身障人士 虽然行动不便 不过依旧喊出他们的自信 你一定不相信 他们完成了骑手摇自行车 展开30公里挑战自我的这段旅程 今天是从北港 北港 北港再去草天宫 然后再从草天宫再到 我们的水林乡公所 刚刚又到了四五灿天宫 那目前是到了东士四三公 今天等一下还要到我们的加拓据点 总共长度大概有30公里左右 起初不相信自己做得到 到过程中相互勉励 最后更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靠着自己的能力完成 也证明了人有无限的可能 我觉得虽然很辛苦 但是大家都坚持到底 而且我觉得我们最年轻的男生 那个人生 他真的很有运动家的精神 虽然我们都是圣诞者 我们都不方便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精神 我觉得大家都是 最棒的运动员 起来很累是没有穿 但是就是保持一个运动家的精神 七十米 你吃得累吗 我们身体很健康 没有运动就不健康 是不是这样 这几天天气炎热 尤其这段路途得熬过高温 不过沿路也受到民众的鼓舞 来到东四乡 村长还特别买冷饮 帮他们降温 辛苦很乐 大家就是说在中间 我们都会给我们的会员 大家都来休息 因为手摇车运动 可以增进我们的心肺功能 增强 身上者目前都已经 有一点年纪了 平常很少运动 所以说借由手摇车运动 可以增强他们身体健康 跟减少他们疾病发生 虽然身障人士在生活中受到许多限制 这次体能运动也必须用手来代替脚 不过他们却不放弃任何机会 要向大家证明他们也做得到 这运动家的精神让人相当敬佩 记者有相比云林采访报道